22岁出道红遍全台,和交往八年男友分手却到控六大罪状,如今闪婚嫁美国富豪幸福美满。 近日隋唐晒出三代同堂的全家福,一对高颜值的儿女萌化了众人,照片中画面温馨,献杀唐人。 说到隋唐可能很多人对这个名字陌生,但是看过他电影的人绝对不在少数。 模特儿出身的隋唐,因获得环球亚裔模特儿大赛亚军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而出道演艺圈。 而之后又相继出演了电视剧《马拉仙师》,急速传说《爱情魔法师》等,在大陆的人气一路飙升,平级完美的性感外表她也成为新一代的性感女神。 2009年,隋唐与赵又婷搭档出演了《皮子英雄》,隋唐称,没学过演戏,剧中全靠真感情,演雷暮沙时,她不但爱上赵又婷,而且不想回家。 入戏的隋唐,那段时间完全被雷暮沙附身,负面思想特别多,动不动就哭。 亲朋好友很担心,最常问的几句话是你还好吗?是不是很累?不要工作太辛苦。 几年的演艺生涯磨练了她的演技,评级驻《犀利人妻》获得第46届《台湾金》中奖最佳女主角提名。 2014年,隋唐与黄晓明、周迅、谢依林合作主演了《撒娇与人最好命》,饰演了深谩撒娇之道的贝贝。 隋唐在剧中的撒娇功底,苏执爆棚,搭档黄晓明也坦言,第一次跟隋唐拍戏的感受就是,被惊到。 虽然平时性格大大咧咧,但是撒起娇来根本停不下来,衣食住行各方面的一举一动都盘到苏执巅峰。 说话要带碟子,讲话要跺脚,每一个眼神都极具诱惑。 一段怎么可以吃兔兔经典台词,让他一炮而红。 如此的隋唐让男影迷看了十分惊艳,女影迷见了咬碎银牙,包括隋唐都对自己的表现吓了一跳。 深懂撒娇之道的隋唐,在现实的感情生活中却那么一帆风顺了,交往了八年的男人却列出了和自己分手的六大理由,直指双方对婚姻无共识,女方最大,有情无爱,关系失衡,营造观感以及信任崩盘。 两人分分合合,相恋亲眼先后三度分手又复合,分开时面对这样的指责不知隋唐内心是如何的呢? 而两人分手后,隋唐遇到了现在的老公Tony,两人更是在短短时间内善婚,据悉Tony是美国名校经济系毕业的,是美国财务金融公司的老板之一,千万年薪。 两人婚礼并没有那么奢华,隋唐对于周杰伦和昆玲的高规格古堡婚礼,隋唐称周杰伦太过分了,让很多男生会有压力的,他更想要一个简单的婚礼。 现在未人妻的隋唐已经是两人宝宝的妈妈了,他曾表示,婚后40岁前要生三个小孩。 如今37岁的隋唐看来在自己的目标前要加油了。 女星嫁入豪门,往往要看公婆脸色,财政大权还不见得在老公手里。 隋唐老公不但尊重他可以继续在演艺圈工作,又爱他爱到搬到台湾定居,看来隋唐挑老公的眼光算是精准。 祝他美梦成真,一生幸福吧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